大家好,我是瘋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規劃 今天就來把地獄即將蓋好的裝置蓋起來 過程我就直接用縮時攝影 就給大家看看我們要蓋什麼 好看 博客 粉 好看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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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經過一段时间了 我們終於把整個裝置都蓋完了 我們直接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裝置的外觀 它是三層次的 我們把這個生怪範圍打開 它完全就是蓋在我們這個規劃的範圍之內 我們這邊有做生怪壓制 好的,因為我們等一下即將要在這邊掛機 就是我們這次改成用玩家 那我把事情調小心一點 我們這次打算是用玩家來掛機 因為我們身上有掠奪三件 所以其實是可以更快取得更多的頭顱 來,我們這邊要上機岩頂 這邊,我這邊有特地做一個到機岩頂部的 當我們爬上機岩頂部之後呢 其實我們有特地做一個位置 可以去控制它生怪的數量 那在最上面那個點呢 就是我所設計的那個點 那個點會把下面所有生怪空軍的怪全部清除 也就是說我們會把所有地獄目前所有的怪 全部做一次清除 我們再透過地獄門的方式 直接回到縣市做一個切換 就會回到剛才可以掛機的那個點 那就會達成我們依照設計的那個點 所有生怪壓制的這個效果就會出來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生怪效率 目前應該都不會生怪 我們這個時候要進去 對,還有一點特別要注意 如果你有做生怪壓制的話 你這個視野距離不能調太近 如果調太近的話 一個chunk是16個方塊 那你要去算一下 如果你調太近 其實會有很多在範圍外的生物 不會被清除 好,我們就進去吧 好,那依照我們剛剛的切換 那地獄目前應該是沒有任何的怪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離我們家 這個方向回家 這個方向回家 那我們再進去地獄就會回到剛才掛機的那個點 那利用這個簡單的生物切換開關 我們就可以把生物的上限提到最高 而且這個效率非常的高 那就可以在這邊掛機就可以了 沒有,這樣子其實就可以 產生很高效率的這個生怪了 那我們就在下面直接 它如果太多的話 會堆疊會擠傷 它會受傷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玩家在那邊掛機就可以輕鬆的獲得投入 那如果太近的話會被擠壓到 要小心 那如果你的劍有附很少的話 因為之前那個劍已經掉了 我們之後只要附很少的話 其實就可以一直砍很多怪 就可以很快取得這個頭顱囉 那這個裝置呢 其實蓋起來比較簡單喔 那是透過我們過去的四季呢 那透過藍圖投影的方式呢 把它蓋出來 再依照實際上的這個空間的限制 去做一些修改 那也希望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它裡面有詳細的這個建築說明喔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